下一題就不用選了 就夏語心嘛 題目是 沒有 踢除哪一位好遠 還是我先走了 3 2 1 舉 要踢除哪一位 三個都不一樣 三個都不一樣耶 不行 我真的不行 好精采喔 哈囉 沒有 妳集什麼 三個都不一樣 三個都不一樣 語心選舒子晨 對 因為我就像跟他們講的 我的個性就是一個很大的花枝 我最常掛在嘴邊的就是 隨便啦 沒事啦 就是我的口頭禪 然後我覺得如果我跟Nikita 一直當朋友的話 我們兩個會 真的啊 對 因為她其實就是也是那種 沒有關係啦 都可以啦 我們等一下要練 晚一點再去啦 對 然後可是音音的個性 就是她會鞭策 每一件事情她都要在她的安排當中 有康音的話 至少還會帶著我前進之類的 好 我先給妳時間思考一下 我先講為什麼會選妳 妳沒有朋友 沒有我們 妳可能也可以跟別人就是OK 就是我們今天也可以到很好這樣 然後我懂妳的意思 就是我如果今天沒有你們 我還是可以跟丫頭出去 還是可以跟大人出去 但是我跟她的個性 就可能比較慢手 可能沒辦法 但是茵茵妳選擇的是 夏語心 有一件事情其實我很受不了 就是每次就是比如我載她們 就是我開車載她們的時候 她們下車 很不喜歡把垃圾丟掉 都會把什麼水瓶放在人家車上 然後她又過敏人 所以她一定會就是什麼衛生紙 全部都塞在那個手把那裡你知道 我也不怕 真的嗎 對 然後我每次下車 我都好像我今天是開計程車 要幫妳收垃圾這樣 所以如果比如說習慣或什麼 硬要踢的話應該就是踢她 硬要比的話 對 這三個人朋友怎麼坐不太下去 我覺得有點危險 來 其實因為我們常常工作 時間不一樣的關係 所以會有一個人在家 一個人不在家 然後我這次就要跟她講說 我有一次趁妳不在家的時候 敵發了妳的愛狗 為何 不是 好 其實我也是一個很愛狗的人 對啊 對 然後 不行… Bingo曾經住過妳家 不是… 妳聽我講為什麼 難怪回來走路是這樣 愛過了 不是… 聽我講… 為什麼我會這樣子做 是因為那一次我回家 然後是晚上 正要開燈的時候我就 踩到了一攤 就是又是屎又是尿的東西 對 然後因為她的狗狗 之前是不會在我的房間上廁所的 然後那一次我就直接 然後整個就是 就是她已經稀巴爛了這樣子 然後整個我赤腳踩在上面 其實我那時候有點 就火整個又上來了 我就是有點不爽 然後就衝過去那種 打了她兩下屁股這樣 就是還好啦 還好啦 沒事啦 對 沒有 但是她那個赤腳 踩在狗屎上的感覺啦 對 就是軟軟 單腳跳到廁所去 對 又軟軟 熱熱 又濕濕的 她的房間到廁所大概就 這樣就到了 也太近了 連講故事都用滑步了